这个藏瓶是我爷爷在1953年的时候从朋友那里买来的 当时好像是花了五块钱买的 清代的买 这是一块端叶 我们都知道端叶是四大名叶之首 那么这块叶从这个边上的红皮来看 它是一块水坑叶 也叫老坑端叶 我们知道端叶它是叫水尘盐 里面有铁矿 它这个红皮就是铁矿石 经过在水下数千万年的沉淀 而产生了这种自然的红皮 你看它背后 一般叶台背后都露鸣 但它这个背后不是鸣 都满宫的叼着云纹 编户中间有个团寿 编户取其佛 叫服从天驾 红伏其天 这个云纹啊 叼得也很好 它是鲁矣头的 而且这个寿叫服寿鲁矣纹 整体工艺极其近战 它这个盒子啊 天地盖也是原配的 那么我们从这个云纹 编户纹和这个寿子纹来看 这件东西应该是乾隆晚期的 谢谢董事长 它虽然不是官制的 但是这个工艺应该是我们苏州工 叼得很好 13年在北京冬季拍卖会上 有一块也是云纹端页 拍了十六万亿 但是没有这块好 你这块呢 至少翻一翻 好 谢谢董事长 好 感谢观看